原标题 王帝的车子被大风吹得不能前行,为了减轻阻力,只得把车盖截下来,让上官杰拿着,上官杰便高举着车盖,顶风前行,一步也没落后,不久便下起了雨,上官杰便用车盖替汉武帝挡风遮雨。 汉武帝因此对上官杰很是赏识,当场骑身他为未央有令,负责给皇帝饲养专用的马匹,但是在事情过后,汉武帝很快就把上官杰忘记了,又过了一段时间,汉武帝生了一场病,病愈后就去看马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武帝发现马大多都瘦了,不由得勃然大怒,连忙把养马的传来。 身为未央就令的上官杰得之后,连忙跪在地上,扣了三个巷头,一边流利一边抽叶着说,骑走陛下,小臣上官杰,听说皇上拢起歉安,就日日夜夜为您担心,哪里还顾得上看马呀? 趁时汉武帝猛然想起,面前跪着的这个人,就是之前那个替自己顶风冒雨的卫士,在听他刚才所讲的那番话,便认为上官杰对自己忠心耿耿,立刻转入卫席,并提升上官杰为势中。 后来逐渐升为太徒,成为皇帝的车马从宛,为立久轻。 在后来,上官杰又从霍光一道在平定满河罗,满通兄弟叛乱时,立了功,被封为安阳侯,成为汉武帝的心腹重臣。 在汉武帝并威时,与霍光,今日,桑弘扬,一同成为临危受命的四大臣之一。 在朝廷中的地位,可以说仅次于霍光,公于心计的上官杰,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把霍光的女儿嫁给儿子上官安,从霍光结成了亲家,从此与霍光结成了亲家。 关系密切,霍光休假外出时,上官杰便经常代替他处理国家大事,正所谓,有其父必有其子。 上官安的心,既绝对不亚于他的父亲上官杰,为了自己的虔诚,居然想把年仅六岁的女儿送进宫里,给汉朝帝刘芙玲当皇后,为此,就去劝说霍光,把这个外孙女送进宫去。 霍光因为外孙女还小,就没有答应,上官安碰了一鼻子会,但仍不死心,转而就去找自己的酒肉朋友丁外人。 上官安之所以要去找这个丁外人,是因为这个丁外人是汉朝帝的大姐盖长公主的情人,而汉朝帝又对这位年长的大姐,十分亲近且敬重,有了丁外人的帮助。 盖长公主就下令赵上官安的女儿进宫,一见面,便封她为节鱼,一个月之后,就立她为皇后,上官安见女儿的光,一路高盛,最后晋升为狙计将军,赐绝丧乐侯,十亿一千五百户。 上官安爆发了以后,越来越骄横林义,每次从皇宫中出来,都大言不惭的对人们讲,和我的女婿一起喝酒真快活。 上官安一旦喝嘴了酒,便把衣服脱光,赤身裸起的在屋里乱窜,见到女人就监污,就算是她的后母以及她的父亲的小老婆,也不放过。 上官安为了笼落丁外人,便屡次向霍光请求给丁外人封侯,他的父亲上官杰也妄想给丁外人加官尽绝,但霍光秉公办事,都一一拒绝了,这可惹怒了上官父子俩,父子俩商量来商量去,觉得霍光是他们父子俩的拦路虎,绊脚时,便决意除掉霍光。 为了除掉霍光,上官杰父子俩就去联系汉昭帝的戈北燕王刘弹,这个刘弹因为没当上皇帝,对霍光一直有反感,上官杰父子暗中搜集了大量有关霍光的材料,然后专门拣选出有关过失的材料,进行整理加工后,就给刘弹送去,通过刘弹把这些材料给汉昭帝送去。 不仅如此,上官杰父子还请刘弹出面同皇帝说情,以求达到给丁外人封侯的目的,汉昭帝有点犹豫不决,毕竟丁外人不是盖长公主的丈夫,于是,汉昭帝便向霍光寻求意见,霍光表示坚决反对封丁外人为侯,汉昭帝听从了霍光的意见,这更加激怒了燕王刘弹和上官杰父子。 为了对霍光进行反击,刘弹便把上官杰父子送来的那些有关霍光的材料进行归纳,凑成五大罪状,并亲自写奏长弹克霍光。 但结果不如燕王刘弹和上官杰父子的意,汉昭帝因此对刘弹和上官杰父子产生了怀疑,越发亲近霍光, 而疏远上官杰父子,上官杰父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见霍光除不掉,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汉昭帝,于是上官杰父子与盖长公主,丁外人,桑红阳等人密谋,准备叠杀汉昭帝, 对外宣布庸燕王刘弹继位当皇帝,等刘弹进京后,顺便将他干掉,然后立上官杰为底,出乎意料的是, 这个阴谋被盗田使者燕仓知道了,燕仓报告给了大司农洋场,洋场报告给建议大夫杜延延,杜延延闻讯后, 立即向霍光汇报,霍光当机立断,立即采取行动,粉碎了这场寸位阴谋, 结果上官杰父子被斩首,抄,家,桑红阳,丁外人被满门抄斩, 盖长公主和燕王榴弹自杀身亡,唯有上官皇后因为年幼,而且没有参与政变, 又是霍光的外孙女,未被追究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、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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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